我们先去看一下数据清理 我到底做了哪些数据清理 首先就会要知道说 这边是不是有常用 然后请点选转换资料 一请点常用 二点选转换资料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Power Query编辑器 这是进入Power Query编辑器的方法 然后早上我们是不是有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点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我稍微把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稍微缩小一点 你有没有看到 请问关闭并套用 关掉Power Query编辑器 套用给Power BI Desktop 可以懂吗 好 他都把售词拿掉了 对不对 他留的只是动词 好了 那我这边要特别告诉你 这套软体它是标准的ETLT软体 也因为它可以达到AI-ready data的建立 好 以上你一定听不懂 听不懂就算了 听得懂吗 我要告诉你 所有写程式的软体 Python R它都不是forETL设计的软体 好 所以都是各自独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套软体你extrait 截取进来的进口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做transfer transfer就是转换资料的英文单字 我们做了什么转换 对 现在我就要告诉你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把那个国家地区别 是不是改成两个蓝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转换 可以吗 好 再来我是不是把那个本来是很多很多蓝的 像什么有动物的植物的植物又分什么小麦 什么林 燕麦之类的 好 还有很多很多区分 然后是不是透过一个取消枢纽转制 这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清理 再来请你们仔细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统计期 统计期里面是不是有年月 请问这样子的日期结构 对于软体 对于机器来说 机器就是我们的电脑 它是看不懂的 对不对 好 那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改成2011年1月 对不对 要做到这件事 我已经做完了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最后面 有一个叫进口日期 2011年1月 那请问你 这边没有日 所以我就只好取一个代表性值 例如说1号 可以吗 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日期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不完整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 因为它是一个月统计一次的统计结果 所以请问我们拿到的资料是不是 RAWAL DATA 不是 因为已经是被人整理过的数据 听得懂吗 就是它一个月整理好的一个数据 做成开放资料 好 但它是不是真实世界数据 是的 这样了解 你要知道RAWAL DATA是什么意思 RAWAL DATA就是每一家公司 每一天的进口 从哪一个国家进口进来的资料 这个叫做RAWAL DATA 好 那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 真实世界数据 就真实发生在台湾所有的资料 可以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资料 不是RAWAL DATA 因为已经被财政部整理过 变成一个月报表的形式 可以吗 然后再接下来它是真实世界数据 所谓真实世界数据就是真实资料 好 有听懂哦 因为这在大数据里面都是你要知道的尝试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这里面怎么样去做到把民国年做到变成进口日期 好 你有没有看到我是不是先截取出来民国年 然后民国年再增加1911 对不对 就是100加1911就变成2011 这就是西元年 再来那个我从原本那些资料里面截取出来 它是几月 然后创造出来几日 然后就把这三栏 这三栏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合并 合并资料行 好以上这些动作 你有没有看到全部都做在这个地方 这因为它记录好了 到时候你未来未新的资料 它才会自动帮你去做转化 可以吗 好 再来请问 你记不记得早上我有跟你们讲那个主产品纸产品的概念 对不对 好 我在这边我也都做完了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那就请你们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定套用 所有的这些动作全部都放在这里 所以你看套用的步骤是不是一堆 套用的步骤是一堆的 还有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程式怎么写 它都自动帮我们写 这就是这套玩具很棒的地方 虽然你做的是功能的操作 但是这边它会告诉你这个程式码是什么 每一行都有相对应的程式码 像你记不记得早上是不是有做取代 对不对 好 像那个北美洲是不是转成州北美洲 它的取代的一个程式码是成这个样子的 好了 那以上呢 如果你大致上了解 我们暂时在这边把资料清理 做了民国转换成西元 还有那个产品 把它区分为主产品跟纸产品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闭了 这边请点常用底下的关闭并套用 关掉Towfury编辑器 套用给POWER BI Desktop 我们下期 Murphy的关系 看潮 在潮 发现 我们下期再见